大舅 到大舅家了 大舅的房子好高呀 一二三三层 因为它有三个孙儿 家里面人比较多 舅 看我大舅 不去茶 去的开水啊 搁茶叶不搁 快快快 好搁点 搁点茶叶 你管多了 大舅没来 刚刚用卖的 茶壳做的 这是煤茶 张家记得特产这是 我们这里有很多煤茶基地 等后期我们去拍拍看 但现在茶叶已经没有了 他们采收不是这个季节 来 请你们喝 喝完之后有一点点甘甜 好像又开始降温了 比前两天更冷 前两天稍微有一点点太阳 今天最萌萌的 温度也降了很多 温度也降了很多 时候说呀 好想哪个一个明星 像明星一干 扎扫柱他已经扎了十几年了 这边有很多人都会上门来 找他买扫柱 他平时的话就自己在家里面扎 他也不上机市上去卖 他的扫柱很受大家欢迎 他一天只扎三四把 五个小撮可以扎成一个大的扫柱 这种植物在我们本地是以前比较普遍的一种植物 它春夏天的时候是长得很绿色的 到秋天之后变成这种比较干枯的颜色 然后还有很多很小的很细的这种碎 把它扎在一起的话 它就是一个扫柱 在我们这边以前除了这种植物可以扎扫柱之外 还有一种比如说那个高粱的碎 在秋天收高粱之后 把它的碎剪下来也可以做成扫柱 但高粱的扫柱没有这个铁扫柱 这个叫铁扫柱 没有这个铁扫柱扫得干净 像这个扫柱 它连地上的灰都可以扫起来 而且我据就说 它的扫柱长出来的这个植物也更细 所以它扎出来的扫柱就扫得很干净 今天我也过来体验了一下 给你们看看 看下这个植物 秋季之后就长得长成这样了 干枯的枝条很细 这种把它弄成一搓 它就可以扫地了 连地上的灰都可以扫得起来 但是一定要把它扎得很密 像这样太松了它就不好 就扫不起来 一垂一下再一扎它就没有缝隙了.缝隙更小 扎得更实更紧致更紧 再多清一些 先生你不够推广 我的扫帚也没这套 我也不去买 有点找成问题 我也不得尝尝感情 你从边边到边看 对叔叔可以十年 几十年了 做这个做了几十年了 怪不得那么多人问你要扫帚 还有人跑到他们家问他要扫帚 舅妈 舅妈 玩都拆齐还呀 玩都拆齐 哥还什么 舅妈再拆 表哥带玩都拆齐 把他拍个视频 跟粉丝他们砍着 因为好多人他从来没砍到过手指 能炸的 慢工出席活 虽然一天做不了几把 但是做的质量好 看这一小把就炸好了 炸的时候用这个包装袋炸 这个包装袋很牢式的 不会烂 这个 这个是我就弄的 你看就很紧式的 这是我弄的 这个中间是就炸开了 他这个中间是收着的 包心的感觉 我这是炸开的 现在马上五小撮就炸好了 五小撮炸好之后 就绘成一个大的 现在好多人都不爱弄这个了 因为太麻烦了 这它也属于民间的手工艺 手工艺品 手工艺你像还有竹艺啊 木艺品啊 它就是太麻烦 它比工业品更麻烦 而且价格的话 虽然说比它们稍微贵一点点 但是 就是一天也出不了几个成品 所以现在好多农村的手工艺 师傅他们都已经 快放弃这种手工艺品了 都没人传承下去了 就是因为不赚钱 虽然赚 但是赚的没有 做别的赚的多 慢慢有人就放弃了 现在五小撮 五小撮已经做好了 这五个到时候再把它 把它变成一个大的 上面还会加一根棒 这样就是一把扫帚了 这就把它捶烂 捶烂了之后 它就到时候更加密一些 更紧一些 更扎实 用的时间就更久 工序也好多了 刀子 钳子 还有起子 还有锤子 一边低一边长 一边高一边低 一边高一边低 一边厚 一边厚 泡了之后 它就更软一些 弹性更好 柔韧性更好 柔韧性更好 这就是竹子 这竹条我们本地方也叫灭片 其实就是竹子的外面那一层 它比较有韧性 把它捆起来 捆得很扎实 所以说这个前期为什么要锤 把它锤松了之后 锤软了 扎的时候 扎得更紧 它的粗度也不会特别大一把 特别大的话 到时候扫的时候不好扫 这锤的目的就是这个 扎得更紧 一个一个的往上夹 一共是五把 而且它扎的时候 会是扎成一个弧性弧度 弧度的时候 我们人拿扫住的时候 扫的时候更舒服 更人性化 像这个手工一品 我知道的 因为我在农村嘛 有很多年轻人 反正年轻人是不做这个 基本上就是在农村的老年人 没事打发时间做这个 因为做这个不挣钱 挣不了太多钱 像年轻人如果做这个 就讨不了生活 我表哥 他肯定不做这个 他要做别的 做别的才挣钱 做这挣不了钱 所以农村的很多手工艺 就即将要失传了 就最后的这代老人 他们会 后续的没人会弄了 但是学可以学 可能是当门一种兴趣爱好 无聊的时候 然后做一把 好玩好玩 直接撕 嗯 做给自己家用 你要拿这个天去讨生活 对于年轻人来说就不划算 我就说 如果年轻人在我们本地的话 一般当小工一天至少150块钱 你这扫主一把才15块钱 他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买十把 十把就可以扫一年 嗯 他们做这个的话 一天才出三四把 所以说 没人学这个了 这是第一个程序炸好了 后面还要炸 好 好 一般的学生都干得 这种都是 哦 嗯 嗯 一般的学生都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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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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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把它理顺 现在就要再缠一次 再缠一次 要在上面的那一层基础上 把它缠在下面 嗯 压在下面 这样的话 下面那一层竹条 它就不会掉了 嗯 就不会鸟头 嗯 嗯 这个穿可以从下往上走 也可以从上往下走 嗯 目的就是把下面那 那个竹条给它压住 压到下面 嗯 不让它掉 这样的 那么深 它就始终把下面这根压到下面 嗯 这个从这穿过去 嗯 它过去的还是 几片压不透 那一片大片压不透 嗯 相复压到哦 嗯 相互压着 就不会掉了 嗯 做好了 嗯 光这个就缠了一遍 两遍 三遍 这竹条 看 一层压着一层 一层压着一层 这样它就不会掉了 这里还缠了一道 这样就把它 这样平平的 扁扁的 扫起来更舒服 这样能一弄了之后 整个造型你看就出来了 这样扫起来 连灰都可以扫得很干净 好规压着扫住 好漂亮 上面再用胶带把它封个口 这样手握的时候就不会疼 不会扎手了 嗯 它没够的就那个你才没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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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把扫煮就弄好了 大概做了有 三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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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一把扫煮 所以 这个流程好多啊 好复杂 把这个扎成小块 是一个工序 扎五个小的 五个小的再扎成一个大的 整三次 然后这里还要 那里面还有一个扎在里面的 所以光这工序的话 估计都有十多个工序 三个小时 做成一把 这个的话 它不是扎得齐的 它有一个弧度 这样的话 我们扫的时候 就更舒服 能够扫得更干净 看 这么一把扫煮就做好了 你们会做吗 吃饭啦 今天在舅家吃饭 舅妈搞的菜 看着就好吃啊 好香啊 我看飲料 吃饭 所以它用来 吃饭 吃饭 不然 最后吃饭 你好 我肯定很重 鱼 你怎么已经吃饭了 你这是打的 你自己保抢 在好喝 多喝 什么时间 我去吃饭 哇,我旧家门口的这个月季好大呀,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